哈喽 来给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到处第二天了 星期五 明天最后一节 还是提前五分钟 我们复习一下昨天内容 看看昨天内容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回去看 第一个insular 岛屿的是跟岛屿有关 第二个表示的意思叫做思想狭隘的 很保守的 never-minded 还是心胸狭窄的 想法格局小 对吧 这种感觉 下一个词叫做parachio 周围的教堂叫教区 教区的也是狭隘 最后一个province 我还是狭隘守旧 这边第一个intrigue 等于intriguing 注意形容词一般用的 比动词还要多 就是interesting 就是interesting 就是引发好奇极有趣的 第二个表示阴谋 第二个with 表示的意思叫做兼顾 兼顾两个以上的事情 第二个a with the temper 和doctor 表示篡改 叫做篡改脾气 还有医生篡改 下一个liason 表示的意思叫做联系联络 我们说到一个contact link 这样的单词 link 好 这边lup hole 漏洞 法律的漏洞空子 hiatus 表示我们是叫做间断 一段时期的一个停摆 间断 还可以表示我们也叫做缺漏空隙 也行 缺漏空隙 下一个单词叫niche 表示神堪必堪 是个nest同源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 什么叫做有利可图的市场 niche market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有一个缝隙的市场 你能看到的 你这样想一想 这就是有利润的一个市场 下一个单词叫luminous lumin lumin这个词是光亮 发光的发光 glowing还是发光 radiant 还是表示发光 形容人就是指魅力四射 东西的发光 人魅力四射 lurch 是来自跟lurch同源 就是潜伏 低下身体 是来自 lower 低下身体的一个行为 这个叫做盘山 盘山而行 下一个单词叫做totter totter是来自于toe 跟脚尖有关 反复颠着脚走路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toddler 那个考研当中考的是toddler 你颠着脚走叫婴儿的学步 一般会用它婴儿的学步 下一个词叫做shuffle 拖着腿走路 最后一个词叫做hubble 也叫做薄性 好 这magnetic有磁性的 磁铁那个词 第二表引申为叫有吸引力的 咱们经常会说 它的声音特别有磁性 你们听建坤老师的声音 就特别有磁性 对吧 不像根哥 这个可能更有雄性一些 所以磁 磁铁这个感觉 要知道 下一个叫做chismatic 叫做什么 叫做有魅力的 叫做chrisma 叫中国升旗 毛泽东 想一想 叫做领袖魅力 领袖气质 领袖魅领袖气质 有魅力的 hypnotic 叫做催眠的 催眠的 malinger 坏坏的逗留 这叫做装病 装病 在那不干活 shark shark shark有骗子的意思 这人也是工作上的骗 逃避工作 偷懒逃避工作 shark shark malinger malleable 叫做可锻造 易延展的那就是金属 ductile 还是有延展性的 然后plastic 塑料 有可塑的 这边menial 表示的意思叫做像仆人 来自于人类这个词 人仆人 第二个呢 引申为叫做仆人做的活 这是卑贱 很低下的 卑贱的 不体面的 servile 服务于别人的 爱给别人服务也是奴性 militant 看看他 militant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激进好战的 这个是跟military 他俩是同源的 军队军事上的人激进好战 aggressive 还是挑劲 挑衅有闯劲的 叫做有闯劲好斗 这边misty 他跟moist潮湿那个词 他俩同源 还有湿气叫做薄雾 他表示这样的意思 叫做薄雾 下一个词叫做foggy 这是大雾 steamy水蒸气 hazy 这是雾霾 黑色写一季 黑死 黑死了 黑色的 想一想 hazy 名词雾霾 有点不太一样 这四个 moan be moan 就是complain 抱怨 moan be moan 不要记汉语意思 你就记住 就是complain 抱怨的意思 这边第一个mong 就是增加 登山的登 augment 还是增加争吵 政论 很像那个词 argument augment argument 增加论证 政论这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surge 激增 spike 还是急剧的增加激增 这边第一个 mundane 人类人类人世间的世俗人间的 commonplace worldly earthly earthly 咱们说它反义词叫做unearthly 对不对 unearthly 这个叫做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的感觉 非诚事件的 musty 为什么叫发霉 因为里边有湿气 想一想moist 里边有湿气 所以东西发霉了 musty moldy 也是发霉 这边第一个mystify 来自于谁 来自于mystery mysterious 神秘的感觉 叫迷惑 bamboozle 叫做竹子 也叫做迷惑红片 flummox 还是是糊涂困惑 naked 全裸的stark bonto to new 还是裸体化 裸体 都是一个否定概念 bear 还是赤裸 赤裸的 赤裸的 好了 看一看昨天的内容如何 看看昨天的内容如何 正好 9点 还行吗 昨天的还上 可否上可 尚可 是吧 还行 对 还是要加我告诉大家 昨天也是把谁 是不是把昨天的那几个 什么词 之前的几天的567 567那几个词也都看一看 你也都看一看456 不可的话就没复习 就还是得加油 那就还是一定要加油了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词 今天 第一个单词 读一下叫做刺激或者是故意招惹刺激一个人 这个叫做needle 下面第二个annoy 就简单一些 第三个pick 第四个jar 写下来 这几个词都强调是有一种激怒的感觉 跟这几个意思相近 叫做激怒 是人非常生气的感觉 第一个needle 第二个annoy 第三个pick 第四个jar 有一些激怒 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就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看看之前核心的内容 这几个稍微难一点 在你们牛津同一词词典当中给出来了 给大家做这里面做一个讲解和补充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三个词 叫pick pick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使愤恨 或者我们也叫做使什么 脑怒激怒的意思 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既是名词又是动词都行 都可以 这里面他在记忆法上来看的话 他其实他跟谁是同源 前半部分你要看这个词根的话 他说这个词根本身还是跟什么 跟刺钉相关 大家想想以前学过最简单的词就是pin 这个词肯定应该是这样 跟针那个单词 还有哪个词也是跟针尖有关 就是pick山顶这个词 大家是不是以前也学过 你通过pick去记 他俩同源的 pick是不叫做山顶 山顶一定是尖的 那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大扁的 那不能叫尖 所以跟尖顶有关 实际上用尖的东西去干嘛 去刺你的感觉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激怒 激怒怨恨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pick peak 通过尖顶 通过这个山尖的尖去挤 用尖的东西去刺 叫做刺激 激怒 第一个单词叫做needle 看这个单词 needle这个词的名词 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指针 咱们说钟表 那个什么指针 缝衣服的针 你用它都行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叫做针缝线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针 还有就是什么钟表 罗盘的指针 罗盘的这个指针 用它都行 它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动词来讲 名词叫做针了 动词也是表示叫做刺激 或者我们叫做激怒都可以 needle somebody 这也知道了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 故意招惹某人 故意刺激某人 你还是可以通过扎针去想想 用一个东西扎一个人 你想想 就是咱们常说刺激别人 为啥咱们说叫刺呢 刺激的刺 先明白咱们说这个汉语这个字吧 对吧 都是去扎它 扎它的感觉 像如某某扎紫的一个东西想到了 还有生活当中 有个同学你看在那玩 就同桌拿圆规捅他 给惹鸡眼了 不要用尖的东西扎人 这非常容易把人刺伤 或者是惹到一个人 needle是指针的意思 动词叫刺激 你看这也是尖顶 都是跟尖相关 用尖的东西刺激 annoy就简单一点 表示的意思叫做惹闹 对不对 他这个词还是 你看noy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谁的变形 就是否定 看我扎不扎你 在抖音上看我是吧 叫做joy nojoy 没有任何快乐感 nojoy an 表示加强 时而不高兴 也叫做惹闹 也叫做惹闹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jar jar jar jar这个词 生活当中常常表示罐子瓶子 比如说你看储储藏什么药的装药的这瓶子罐子 这个知道一下 罐子瓶子 他有这样的意思 他通过谁寄 你可以通过jam去寄 jam叫什么意思 什么叫果酱 装果酱的瓶子 瓶子 罐子 你用这词都行 大家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也是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使烦躁 使烦躁使生气都行 使烦躁使生气 把这几个词放到一起 这个咱们在词典旁边给出来的 来读一遍 needle 用针刺激一个人 用针扎 用针扎叫刺激招惹 peak 通过山顶去记忆集 也是跟坚有关 叫做使恼怒愤恨 annoy是不高兴 no joy 这个广口瓶和瓶子 罐子 也叫做使烦躁 是烦躁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叫做neso neso 第2个 caddle 第3个 叫做snuggle 最后一个词叫做nazzo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EV 拥抱有关 就是一种表达爱意的 这种行动相关 第一个词叫做neso 第一个词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吧 他是EV在哪儿 你想一想 非常舒适的坐卧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she nestled against his chest Nestled against his chest 就是他EV在他的哪儿 怀里 就在EV在哪哪哪 他作为动词来讲呢 急悟和不急悟都行 she nestled against his chest EV在他的什么 怀里 Chest到胸 男性的胸 胸大鸡 胸 EV在他怀里 胸前 扭他就行 它是来自于nest 就是巢穴这个单词 反复在巢穴里 EV在哪儿 在家里EV 我们在公共场合 经常也能看到吧 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 在什么地铁上 搂搂搂搂 亲亲我我 是吧 给我们这么大岁数人 弄得特别尴尬 这要知道 叫做拥抱EV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Cuddle Cuddle这个词也表示 叫做EV和拥抱 它这个单词 跟谁同源呢 跟Color是同源的 这离得稍微有点远 双写词表示 动作的一个反复 就有史强调搂着一个人 搂着哪儿啊 脖子 Color是不是叫做衣领 搂着一个人的脖子 我们当年学过当然最简单的拥抱 叫什么 叫hug 这个听过吧 这个比较口语化的词 对不对 hug 还有在六集里看到的叫什么 叫embrace 这是正常的拥抱 这是正常的我们所说的拥抱 那这种它是什么感觉 就这种 摟着你的脖子 摟着你的衣领 就这种摟着你的衣领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Cuddle 叫做Cuddle 好 看在边下一个抓住脖子去挤 snuggle snuggle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也是叫做eva 它跟谁有点像呢 它跟走私那个词不要混淆 走私怎么说来的 走私叫做smuggle 对不对 它跟走私不要混 它为什么也叫做eva 它前半部分snug snug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舒适而温暖的 舒适温暖 所以反复的一个行为 现在大家依偎在一起 咱们在座的同学看你有没有另一半 如果有你的另一半的话 也是跟他依偎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互相的取暖 在一起靠在一起的状态 非常舒服 comfortable and warm comfortable and warm 它前半截snug叫做温暖而舒适的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Nuzzle 这也是新年年4当中有这个词 就是那小象 看看那小象 用那鼻子轻轻触接触那个人的身体 所以他影射的是 nose 用鼻子或嘴 鼻子去轻触一个人 双血刺猬表示动作反复 你看全是双血刺猬 所以这词的意思 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他前半截 是来自nose 在什么动物园里看过吧 有什么训兽师那大象 用他的腿 要是用他的鼻子 轻轻点一些这个人的脸 或者是肚子给他做按摩 这个叫做摩擦清楚 好 前面这几个词大家注意一下 在巢穴里 以为拥抱 caddle color 搂住你的脖子 这叫拥抱搂抱 snuggle是来自舒适 这个词 非常舒适的两个人在一块 反复让你很舒服 也叫做以为在一起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nomadic 这个词我觉得也挺好的 咱们在这个阅读当中是能看到的 虽然不是特别天天挂在嘴边的口语化的词 但是当我们想表达这个游牧民族 看咱们有没有生活在大草原的同学 游牧的流浪的 叫做nomadic nomadic 这个昨天刚见了 在哪见呢 看一看这个其实在新三上也有这个词 游牧的流浪的 游牧的流浪的 咱们经常会说这些什么游牧民族的这些人 你可以叫做nomadic people nomadic cultures 都行 这些这种 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的这样的文化 对吧 它的前半截就叫做nomad 前半截 nomad 表示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说叫做游牧民 游牧民 nomad 这个呢 大家通过一个联想记一记 什么叫做流浪的人 no想成没有 m想成妈 没有妈妈的一些人 nomad 没有妈妈的一些人 流浪者 流浪者游牧民族 流浪者游牧民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vagabound 这个词跟咱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vag这个词根本身就是跟wonder有关 就是跟流浪徘徊有关 咱们之前讲过的什么 像还有什么vagrant 也是表示流浪者吧 这个词根之前是讲过的 vagabound更常用一些 这些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vagabound nomad 没有妈妈的是游牧民族 记住了 nomad 前边 nessle 潮雪里 以为 cuddle cuddle color 搂在脖子上 snug 想想你跟smuggle 放到一块去也行 走私以为 nuzzle 用鼻子反复 用鼻子反复点你肚子 这叫做清触 摩擦清触 前面用针去刺激 needle 用针扎你刺激 annoy 不开心是惹脑 pick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愤恨惹怒 这瓶子也叫做烦躁 烦躁前面第一组 第一组刚才说了 用这几组 好继续来看下边 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莫不关心 莫不关心 若无其事 我们在以前学比较简单的 像在考试当中比较常见的 是不是叫做indifferent 像这就是在考研四六集当中 非常常见的专司里面 非常爱考的 他当然也是最简单的 这种莫不关心 莫不关心的概念 第一个单词叫做notulent 也是跟我没啥关系 想想 就像大家以前 那个考试当中期就考 我就讲美国年轻人 美国的年轻一代 是不是关心政治的问题 对不对 美国的年轻一代是否关心政治的问题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不关心 不关心政治的 是强到这个概念 冷漠 若无其事 莫不关心 莫不关心的 比如说 他看上去 就蛮不在乎的样子 看上去莫不关心的样子 这个叫做she looked notulent 形容词 那他为什么我们叫做 若无其事 莫不关心的感觉 那还是表示什么 否定概念 看到了吗 他还是表示一个否定 这个后半部分 它其实来自于谁 这得看词原字典 这自己看肯定看不来 这些能够正解给大家解释 他这个C跟CH是一样 它实际上是来自这个词 就是calorie这个单词 能看懂原因怎么变的吗 C跟CH是一样 O和A和A没变 这个O和A是一样的 所谓莫不关心 其实就是没有热 calorie这个词咱们学过吧 是不是叫做卡路里 是不是卡路里这个单词 就是没有任何没有热情的东西 没有任何热的东西 一看到它就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这个叫做Nantulent ,名词的话叫做Nantulence CE结尾 就翻上去名词 叫做莫不关心 不在乎 没有任何热情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还有第二个技法 我最早在记这个单词的时候 就把它想成机会这个词 Nant chance 不给你任何机会 对你非常冷漠 你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都不正眼看你一眼 不给你任何机会 也是冷漠 若无其事 莫不关心 casual这个意思跟它相近 也表示我们说叫什么 叫做很不在乎的 或者叫做漫不经心 当年咱们学的叫很随便 开手 然后读一读 开始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notify 叫通知 告知 通知的词 我们在高中里面学的最简单的就是哪个词 就是这个词 大家看还记得它吗 叫做inform 这个有印象吗 还有印象吗 还有印象吗 inform 这是最常用的 他们这几个词的用法都相同 看它的用法 都是接somebody of something 告知某人什么什么事情 咱们information 告诉你这个信息情报 情报信息不就是它 information 这是高中的词 好 那看咱们在这万词班当中补充这俩词 第一个就是notify notify这个词也比较直观 它其实跟谁同源 它跟notice同源 notice是不是叫做注意 fi是动词后缀 其实就是使你注意到这个事 我告诉一下同学们 对吧 大家注意今天一会儿咱们9点半 提前就半个小时就下课 后半个小时咱们自习 这种感觉是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 这是叫做什么 叫做通知告诉 通知告诉的意思 它的notice同源 not写上 使你注意到叫做告知通知 第二个词叫做apprise apprise这个词根看一看 首先我说一下 我先强调一下 他不要跟谁混淆 在万词班当中 我们其实还讲了一个这个单词 叫apprise 这个咱们在上半场 核心内容讲的 如果咱们没有缺个课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刚报名的同学没关系 后期到时候把课 利用一个假期 一定要在二月底之前把它消化 补完就行 apprise 表示第一个评价估价的意思 赞扬是praise 记错了 apprise是评价 赞扬他给他一个价格吗 这是来自价格 加强给你一个价 这叫评价 后边这个词 评价评估 叫做apprise apprise 刚报名的先把这节课内容 跟老师跟下来 然后后面再慢慢补 那这俩不一样 这个词他俩语言不一样 这个prise 它其实是来自于哪个词的 是来自于抓住这个意思 是来自于抓 大家还记得它吗 叫做prison 还有印象吗 我以为是表扬 这就只要为什么阅读理解做错了 不 明白了不 人家这词根本明明是西瓜 你说我以为这词是苹果 所以这句话理解错了 不能以为要记准 好 它是跟prison 这是同源的 就是监狱这个词是跟抓有关 ap加福音双写 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加强 使抓住信息 它是这个概念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使你抓住一个 使一个人抓住了一件事 这个也叫做什么 叫做告知通知 这就是让你知道了 通知告知 读一读 apprise notify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 就不要写汉语意思 你就写inform就完了 因为他们意思一样 而且用白眼一样 叫做notify apprise inform inform 再知道一下 好 我们进行来来看 看一下边 下一个单词 来 叫做推 用肘轻推 用肘轻推 not somebody not me he not me 直接用就行了 not prod 还有poke 把这几个词写一下 这个not 这个很很长时间之前 应该是一两年前 我那时候看那个新闻当中 就是美国放国歌的时候 特朗普 看望把手放在心前了 然后他媳妇 那个文章标题就是 not chump 捅他一下 他明白生活当中 这个细节吧 就比如你干什么 你忘了 身边人用胳膊的手 这样捅你一下 看着点 是吧 合着啥呢在那 就这种捅他一下 这个动作叫做not 这个动作要知道 他作为动词也是积物动词 用胳膊肘去推 或者是捅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还都有过这样的一些 一些一些记忆 一些这样的一些行动 叫notch somebody 用肘轻推 用胳膊肘去拐你一下 用肘 这也是一个流血里面的一个词汇 一个词汇了 你可以通过谁去记 你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new的去记 new的还记得吧 叫的什么来的 是不是叫做裸体 裸体照片 对不对 裸体这个单词作为一个行进词 用胳膊 你想一想 光着胳膊光着腿 捅你一下 做一个行进词去记了 下一个词叫做proud proud这个词也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戳或者是捅 一般都强调的是用工具棍子 捅你一下 除捅都行 用什么什么东西捅一下 戳一下都行 你说用棍子用手怼你一下 叫做proud 叫做proud 他跟下面这个词poke这俩是同一词 他跟poke这个单词 他俩是同一词 这个解释他词源 他上面稍微难一点 不太好辨认 这你要看词言字典上他解释到 他其实还是跟谁同缘 是跟 看 抱歉 proud 这里面看词言字典上 他给大家解释了 他还是跟谁 像跟bar这样的词 是同源的 因为r pr实际上来就bar的一个变形 破波的变形 r就是r的一个简写 你可以通过prick去记也行 你可以通过prick去记也行 prick表示什么意思 prick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来的 是不是也叫做次戳 prick说也表示次和戳的意思 次和戳的意思 通过它具体也行 用东西工具 捅你一下 或用指头捅你一下 叫proud 他跟poke也是一样 poke我在之前讲过一个名词的意思 表示购物袋 这位还记得吧 我说他是pocket的一个影射 咱们讲什么皮囊 大袋子小袋子 包裹 当然也说过这还表示购物袋的 这个意思叫做poke 叫做poke 好把这三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叫做nudge 叫做用肘轻推 用肘推 第二个叫prod 叫做统戳 poke也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这几个词都跟婚姻有关 这个话题在中国的考试当中也是比较选的 他就讲美国人的一些婚姻 年轻人的一些婚姻态度 像在考研当中 专四里面 专四里当年考的是日本人的婚姻 婚姻官 这都考过 来动手写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nudge nudge 第二个词叫做canubule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marital 在考试当中最爱见到的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词题大家只要读一遍就能记住 你不读第一次你上来可能认不出来 但你记一遍这词可能能记住 你看他的读音 你看这个词的读音 看到了吧 影射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就是marry 是不是就是这个词 你昨天刚遇到这个词 是来晚一天 是吧 你要明天遇到 你就会有成就感了 但是提前遇到了 可能没认出来 好你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中间影射的是marry这个单词 他跟谁不要搞混呢 他跟这词不要搞混 跟这个martial这个词 他俩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 注意一下 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揉揉眼睛 清理一下眼角的眼史 再看一下 这俩词是不一样的 这是marital 这是mart martial martial叫什么意思来的 martial表示什么意思 他表示的意思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军事的战争的 军事的战争 是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的战神 马尔斯 马尔斯 他是来自他的 上面这是来自于marry 他俩词源不一样 就差一笔 下面这叫做军事的 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一个词 叫做martial arts 就军事上的艺术 那叫武术 对不对 武术叫martial arts 这俩词源不一样 不要看走眼 擦掉了 一个是marital 这个你叫读音 你不读音 你考试的时候容易看走眼 人明明说的是婚姻 把你翻译成武术了 那就完了 你意思完全跑了 看上面这个单词 叫做canubial和naptial 这俩是一样 这两个主要还在留学里考的比较多 像专四 以前六级 考研里都考第二个 这第二个比较多 但前两个就是留学里面 托弗亚斯里的词 这个词带可以通过谐音记忆记 就是怎么样 canubial 这对夫妇 比如说当年皮特和朱莉 大家会觉得这对夫妇是canubial canubial 表现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婚姻的 或者我们叫做夫妇的夫妻的 对吧 当你看到有这样的夫妻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竖起大拇指 确实非常厉害 特别牛 canubial 婚姻的夫妇的 婚姻的夫妇 比如说你可以说叫做canubial life 对不对 婚姻生活 你用这个词就行 对不对 canubial life 叫做婚姻生活 这第一个单词nubial 跟他一样 那这里面其实就是要 婆婆的一个变形 看见吗 这就是她之间的一个变形 还是叫婚姻和婚礼 婚姻婚礼的 婚姻婚礼的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词能不能判断出来 叫premarital 这就能猜出来了不 premarital 爱只是我们常说叫做婚前的 明白吧 爱叫做婚前的 这种属于正常变化 你得能猜出来 把这三个词来一遍 第一个叫做nubial canubial 是夫妇 或者叫做婚姻的 婚姻的生活 canubial life nubial life 都行 第二个marital premarital 叫婚前 那我们如果说叫做 marital premarital sex 这个大家就能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premarital sex 就是我们常说的婚前的性行为 对吧 但是现在在对吧 这个中国呀 或者是乃至这个其他国家就更开放了 对不对 那就更开放了 好看刚刚啊25分钟的这几个词啊 给我一遍啊 第一个用针来自于指针这个词啊 缝线的针缝衣服的针针线啊 还有指针罗盘的指针叫做刺激啊 跟刺激有关啊 是不开心peak也是叫做 使恼怒怨恨 jar这个瓶子罐子这个词 你可以通过果酱去记一记啊 jam jar啊 果酱瓶果酱罐啊 这个罐子也是叫做 是烦躁 把你闷在罐子里 也是叫做烦躁 闷在罐子里啊 通过谐音机去扎也行啊 下边下一个词叫做nassel 在巢穴里意味 caddle 搂住你领子脖子 叫做拥抱snuggle eve nassel是来自鼻子nose过来的 叫做摩擦清楚 好这边第一个nomadic nomadic life 流浪的生活 游牧民的生活 名词是nomad 游牧民 下一个vagabound 还是流浪者流浪汉 nancholent 不给你什么样热量的人 没有任何温暖和热量 叫莫不关心 叫做nancholent 或者你通过chance去记得行 不给你机会的人 叫做莫不关心若无其事 就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想到这个概念 一种满不在乎 notify 使你注意到这个事情 叫通知 apprise 抓住这个词根 使你抓住这个信息 也是告知通知 让大家抓住这个信息 明天是最后一节了 叫做告知通知 好这边nach nach somebody he nached me 他推了我一下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nach 是用哪推 用胳膊肘推 用胳膊肘推 叫nach proud和poke 这两个对方 你可以通过prick 去计划通过 这个bar b-a-r 去计计统戳 除 好这边nach canubial和marital 再次强调他和谁的区别 和martial 这两个不一样 后面是军事 这个mary mary开头的 这是婚姻 婚姻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边 这几个词了 第一个叫做object2 object2 其实在四六级里就比较常见 我们所说的叫做反对 对不对 但在考试的时候 先考研 还有像考四六级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注意没有这个表达 千万不要继承这个表达 没有b-object2 大家听听没有 没有注意没有b-object2 以前考试的时候 今天我同学把它记成b-object2 这意思就错了 因为谁 因为object本身是动词 人家本身就是动词了 不能再加b 你加b不相当于是俩了吗 大家能理解吧 大家知道那么相当于是俩了吗 有哪个呢 是有这个表达 叫b-subject2 这个来咱们考研通过的同学 告诉老师这什么意思 这考研老师肯定也会讲 b-subject2是有这个 这个端语是有的 这个叫做受制于 是遭受了什么什么 这个叫做受制于 有b-subject2 但是没有b-object2 受制于受谁谁限制 受制于什么什么 遭受了什么什么 好那下面看下边两个词 这两个单词补充在这儿 第一个叫expostulate expostulate 第二个词叫做remonstrate remonstrate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expostulate它表示的意思叫做劝戒 忠告 第二个表示我们说叫抗议都行 劝戒第一个 第二表示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叫做抗议 它其实也是一个负向的一个词汇 因为它表示一种抗议反对的概念 对不对 抗议反对这样的一层含义 expostulate with somebody 叫做劝戒某人 on something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expostulate with somebody 我写到这儿了 这俩词用法都相同 with somebody 上面可以接on something 或者about something 就行 关于什么什么事情 劝戒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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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我说一下这两个词的计法 这两个词计法 首先你看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 或者叫做游行 看这个意思见没见过 叫做显示 第二个叫做游行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游行 你这俩后边是一样的 你看一个是游行 re呢 就想想让它back 让它回去 是吧 劝某人不要游行 也叫做劝戒 或者叫做抗议 游行和反对游行 抗议游行 这两个对照去记一下 demonstrate remonstrate 就前缀不一样 一个游行 一个是劝他不要游行 劝他回去 而上面这个单词呢 postulate 其实本身有假设的意思 就是suppose postulate 本身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这个词 如果你要不认识的话 你就通过谁呀 post去记 post呢 这个词根 其实本身也是跟什么有关 跟放置有关 pose 咱们讲过这个词根吧 这个词根是跟放 放置有一些关系 expostulate expostulate 想想把你不满的观点说出来 暴露在外面 这个你通过expose去记也行 把你的不满的观点暴露出来 这叫表示抗议争论 抗议反对的意思 把你不满的观点暴露出来 说出来 有人说大家有什么心怀不满的东西 马上就说出来 投诉也好 或者是举报也好 这个叫做抗议 流露出来 把不满的观点流露出来 是流露出来的 这叫做抗议 这个叫做劝你不要游行 也叫做劝诫 劝诫 这个是反对object to 这两个下边两个还稍微有点难 有一点难度 这也是新年代三册里边的原词 好看下边 下边这几个单词 这个词是以前六级里考过 但六级里考肯定99%的人都不认识了 但他给你的汉字在匹配题里考过改写 匹配题里边考过改写 叫什么 叫做optogenarian 不太好读 optogenarian optogenarian 他这个词怎么记忆呢 你了解一下 这个在六级里考过 哪里给大家说 oct 他表示数字几 在罗马数字当中 他本身表示的是前缀 表示数字8 是跟什么 跟8有关 他月份表示的是october到10月 对不对 但是要知道一下 其实像古罗马月份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古罗马的月份里面 其实只有几个月 只有10个月 原来在罗马月份当中是没有 January和February 是没有1和2的 是从March开始 是从March到谁 到最后一个December 一共是10个月份 原来了吧 所以这里面往下排到这的时候 这里边 oct本身是跟数字8有关 像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词 叫octopus 听过这个词吗 octopus 他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章鱼 就是我们所说的八爪鱼 八个爪 大家能理解吧 八爪鱼 这八个爪 所以oct 大家知道一下 它本身是跟什么相关 是跟8相关 了解一下 这个数字来讲 是跟8相关 所以你看他这指80多岁的人 现在明白了不 现在明白了吗 他指的是80多岁的人 所以就把这个8记住 对不对 但是考试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 这样的词都会给你汉字了 但他改写的时候 要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好 看下边 咱们常说冒蝶老人 对吧 就是八九十岁的 八九十岁的 中间这个GEN 就把他讲是谁 是不是一代人呢 GENERATION这个词 看到八十多岁 八开头的 这一代人 就是 就八十多岁点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 JERIATIC 叫老人医学的 叫做老人医学 也叫做老人的 老人医学的 还是跟老相关 下面这两个呢 就属于熟词PE了 因为大家在以前可能会听过 Senior就是资深的 对不对 资深 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高级 这两个意思 大家以前都听过 他们俩其实也有共同的意思 就是表示高龄的老龄的 叫做高龄的老龄的 就是岁数大的 所以这就是咱们曾经学过词汇的一个新的意思 因为当年大家学的可能都是高级英语 对不对 高级英语 或者是进步的先进的武器 advanced weapon 但如果说advanced people的时候 看看前后文 它有可能指的就是老年人 指的是老年人 这个意思大家知道一下 当然前面这两个肯定是最难的了 再给老师读一遍 Octogenarian Octogenarian 中间是generation 那是八 你想想八十多岁这一代 第二个geriatric 像我们老人医学 这一项以前在托福里有考过 gerontology gerontology 这是跟老人医学里有 gerontology 老人医学 gerontology 跟那个g geriatric 他俩是一家的 老人医学 好看下边 下一组来 第一个叫做odyssey odyssey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长途的冒险行程 咱们男生也知道有款车是奥德赛吧 是不是 奥德赛 看听没听过 如果咱们又有专业同学 老师上学的时候 肯定讲过 河马史诗 对不对 希腊的一个盲人的诗人写的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对吧 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当年 河马史是两块 伊利亚特其实就讲的就是木马 对不对 特洛伊战争的事 特洛伊战争的事 而第二部分奥德赛写的其实就是他 对吧 指的是这个伊萨卡的国王奥德修斯 在战争结束之后 奥德修斯不陷的木马记吗 他提出这事 木马记 然后成了之后 那仗打完咱得回家 所以就主要奥德赛的第二趴 就是这个河马史是的第二趴 奥德赛当中 他其实就讲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 用十多年漂泊回家的故事 在这个一路上受了种种磨难 得罪了海神 然后让他在岛上困了十几年 然后后来会发现 他在回家的这段时间也是 伊萨卡邻国们都想追求他的妻子 对吧 然后欺负他们 然后后来他扮成乞丐回到家里 跟他的儿子一起 就是排除万难 杀尽了所有求婚者之后 恢复了他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就类似于西方的西游记 路奇说的差不多 就这意思 大家知道奥德赛这个故事梗概 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读一读 其实就讲的是 战争结束之后 奥德修斯跟这些战友们回家 然后路上种种险阻 最后排除万难 装成乞丐回到家里 跟自己儿子 然后夺回政权 讲的就这么事 说这叫做Odyssey 是从这名字奥德修斯这过来的 Odyssey 那现在我们用它来翻译成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就是指 长途而艰险的旅行 长途而艰险的旅行 以前我看过那个文章 讲就是那个登陆火星 去宇宙探险 当时就形容这个登陆火星 宇宙探险是一个Odyssey 长途而艰险的旅程 我那时候看抖音上又说 美国航空航天局又发现了一个什么 又有一个星球 适合什么人类居住的 但这个美国老发现这事 但反正也从来没住过 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样 但我觉得我们这代子肯定是赶不上 对吧 那都得是我觉得最少的一两百年以后 也许 叫做Odyssey 这不说了 就journey 简单一点来解释它 就是journey 就是这词 同一词你写上 就是这词 好 看看前面 这两个词再看一下 比较难 这个不太好记 因为它都是单音节词汇 单音节没有展开词根的词 不是很好记 he nudge me nudge somebody 用手推 proud和poke 戳筒 用棍子用手肘戳筒 nubcial 和canubial canubial 夫妻夫妇的 还有叫做 marital premarital prenuptial 一样的 婚前的 咱们经常问说现在有钱人说婚前的 做一个什么公证婚前的 这样的一些同居 对吧 婚前未婚先遇了 你可以叫prenuptial pregnancy 能理解吧 pregnancy 就常说的这 婚姻前的怀孕 就未婚未婚先遇 这都是用它 object to 反对 反对 那有两个词 表示争议抗议的词带 在同一词旁边也能看到在书上 exposulate 把观点表达出来 表示抗议 说出自己的观点 抗议或者叫做 劝告告诫 后面一边接的是 with somebody on something 就这样去使用 remestrate 叫做劝你不要游行 也有劝戒忠告 它俩意思一样 劝戒 还有表示抗议抱怨的意思 with somebody 都是劝告某人 告诫某人 都是接with with somebody 下一个optogenarian 要记住OCT这个数字是跟8有关 10月正常从3到March 到October是第8个月 所以它正好是8的意思 跟数字跟8有关 80多岁的人 geriatric 这还有刚才说的 gerontology 就是老年医学 还有geriatric 和老年医学的 都是它 最后一个C 和Advanced 这两个是一对反义词 不是说错了 这两个是一对同义词 都表示老龄 老龄的 老龄的 奥德赛 好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次词 来第一个叫做Oscillate Oscillate 表示的意思叫做摆动 摆动摇摆 重受前一解 这两个词也是稍微有点难记 不太好记 第一个Oscillate 学物理的 这个要被以为 物理和医学当中 我们常说的震荡 脑震荡 还有物理学当中 我说物体的这种震荡频率 震荡 你可以用这个词 这个比较偏 比较偏偏专业一点了 Oscillate 第二词叫做Vibrate Vibrate 第三个叫做Vicillate Oscillate和Vicillate 这两你可以放到一块 这两个词你可以放在一块去记 第一个作为动词来讲 是急悟和不急悟都行 它可以表示 你看叫摇摆摆动 可以指情绪上的 它可以指情绪上的这种 所谓的摇摆 比如它情绪 摇摆不定 那这叫做 her moods oscillated between depression and elation 就是它的情绪总是在抑郁 和这种亢奋之间 摇摆不定 总是这种感觉 咱们在以前学过这个词吗 叫swing 前两天咱们是不是讲的 这个是不是在前两天 咱们刚刚讲的 情绪上的摇摆不定 情绪上的摇摆不定 它也可以表示 我们说物体的摇摆不定 比如说指针 这种摇摆不定都行 指针摇摆不定 那vacillate 这个词意思也跟它一样 写一写 叫vacillate 也表示一个人的态度上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 这个在前两天咱们刚刚讲了 是来自于wave 它跟wave是同源的 wave是同源的 好 最后一个叫vibrate vibrate表示东西的震动 震颤就是手机的时候 能理解吧 东西的震颤震颤震动 可以用它 震颤震动 这三个来读一点 第一个叫oscillate 第二个是vacillate 下一个叫做vibrate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 你就记住v加个bra vi想象数字6 罗马数字6号的bra 震动 是吧 震动摇摆 震动或者形容人情绪上的犹豫也行 情绪上的这种犹豫 或者是东西的震动 vibrate 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做overflow overflow表示溢出 这个意思比较直接 flow是不是叫做流 是不是流 over叫多 就流出来 流的过多了 这个叫溢出来 倒水倒倒倒倒 满满了 流出来了 叫做overflow brimover也是 brim咱们在核心课当中讲的是什么意思 来的同学们 还记得它吗 在核心课程当中讲的它是什么意思 它本身表示边缘的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说水跟杯边平齐了 就是这种感觉 它跟这个边已经平齐了 对吧 那这个over就多了 从这个边流出来 从边缘流出来 所以这里叫做因为满了而溢出 叫做brimover overflow brimover 这两个放到一块 然后读一读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palliate 读一读 palliate 第二个词叫做asuage palliate asuage 第一个单词表示减轻缓解 一般强调的是身体上的这种不适 比如说疼痛 对吧 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palliate 叫做palliate 缓解不适 缓解 缓解不是减轻痛苦 你用它都行 你用这个词都行 这里边你可以通过谐音记一记 就是拍打他 palliate 轻轻的拍一个人 你看比如哪个地方特别难受 拍一拍 缓解他 palliate 第二个叫asuage 这个咱们是不是2020年考研刚刚考的 有没有20考研的同学 但其实这个在核心词汇当中我已经给你讲 20考研刚刚考过原词 就问你这单词什么意思 选项里出现的是什么 出现的是这个词叫做relief 2020年就一个月之前考试 刚刚考过 直接选就是relief 所以这个单词它是来自于它不是香肠 香肠是sausage 它这个后半部分它其实是来自谁 是来自sweet sweet 你读一读 它这个地方映射的是这个词 a加辅音双鞋比较加强 什么叫做缓解 加强变得更甜 很甜美 sweety 就咱们都听过吧 它是来自它的变形 sweet u跟w发生的是一个辅音字母 行进字母的一个变化 然后原音部分相同 把它这个意义给去掉了 叫做asweet 变得很甜美 这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减轻缓和 叫做减轻缓和 这不是香肠 香肠是sausage 把这两个词再来看一下 就是万词班几乎这几年 每年都有 就是你考试当中的 考试当中的很多 很多的一些语语题 其实都是咱们万词班的 基本上抄不出去 除非词组 那词组就没法讲了 因为词组就太多了 但一般来说你发现单个的单词 都是咱万词班的 sweet也是 再次提醒大家想谁想sweet 吃糖缓解 有时候咱们扎针的时候 嘴里还是块糖 就不难受 吃药的时候还块糖 pally 清拍 叫做减轻缓和 减轻缓和 好 看下边 下一个词叫做pander to cater to 上万词班的同学 咱们是不是下一个词咱们都见过 他是来自于谁 cater 这个咱们在以前学过吗 叫cater to cater for 这个咱们在以前有见过吗 对不对 叫迎合或者我们叫做提供款带 对吧 提供吃喝 款带 叫做cater to cater for 没有背过东西 就通过猫去记 迎合猫 你通过他去想一想 迎合猫 cat开头 上面这个单词 你就通过迎合什么东西 它也叫做迎合 你就通过熊猫去记 panda 你上面你就通过熊猫 都是猫 一个是迎合猫 叫cater cat 这是panda pander to pander to panda to 也表示 叫做迎合 这作为一个行进词去记了 迎合 第二个也可以翻译成叫做什么呢 表示 这个 怂恿都行 迎合 怂恿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好 往下来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pantry 表示食品柜 家里放食品的柜子 家里放食品柜子 这个叫做pantry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lader 这属于比较偏生活化的词汇了 咱们在家里 比如你把什么方便面 面条什么东西都放一个柜子里 这食品柜 用的就是它 一个叫做pantry 一个叫做lader 你可以通过梯子去记 有的时候家里柜子特别高 要搬一个梯子上去 lader 登上梯子 去拿食品 lader lader pantry 也是这个意思 写下来 pantry 意思相近 一个叫做食品储藏室 或食品储藏棍 这也是家里面的这种食品棍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pasteurize 这个是一个音译词 你看叫巴士 这个咱们在生活当中听过吗 牛奶 乳制品的杀菌 我们叫做pasteurize 巴士消毒 巴士杀菌 消毒 咱们在以前学过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这个我在以前给大家讲过 叫disinfect 就是不感染 你要别让它感染 一定要把伤口消毒 才不会感染 要消毒 pasteurize里面强调一下 它表示对乳制品的消毒 灭菌消毒 写上巴士 你把这两个加个引号 我明白它从音译过来的 通过谐音读音记单词 这个词就得读一读 你不读的话 就等于这方法就没用了 下一个单词叫做sterilize 在野外 我们看到有什么河水 还有井水 一定要先煮一下去消毒 这叫做sterilized water 给这个水消毒 那它这个词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它的前半截 叫stereo stereo是形容词 本身就翻译成叫什么 它除了表示贫瘠的 它也可以翻译成叫做 什么呀 乌菌 对不对 没有细菌 叫做乌菌的 乌菌的 除了表示土地的贫瘠布毛以外 也翻译成叫做乌菌的 所以这叫变成使之无菌 所以叫做消毒 消毒的意思 来把这两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pasteurize pasteurize 这个靠读音 要否则假设在考场上出现这个词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带汉字 阅读者不会带汉字 得读一读pasteurize 就能想到巴士杀菌 他改写可能会改写了他 sterilize 或disinfect disinfect 好 来把中间这几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反对 想想 暴露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也是 把自己的想法暴露出来 叫做抗议 抗议反对 抗议反对 反对游行 劝戒劝告 他俩都还有这个意思 第一个叫劝告 第二表示抗议 remestrate expostulate 好下边 opt engineering 八九十岁的人 geriatric 这是老人医学 我觉得老人这个话题 其实还是挺有考点的 比如老年人 现在他们有老人医学 涉及到社会的一些 什么社保福利问题 老年人是不是需要年轻人照顾 代沟问题 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蛮值得考的 蛮值得考 特别在美国社会 老年人都是很独立的 不像中国 还得什么养老 就送中啥的 外国不用 老了之后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好看下边奥德赛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 是来自于 荷马什次第二part 就是奥德赛 他讲这样一个故事 长途的艰险旅程 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故事 奥德赛指 长途而艰险的旅程 就是journey journey 这边 oscillate和vacillate 这两方的一块 摆动摇摆 情绪的摇摆 物体的摇摆 医学和物理学当中的震动震荡 震荡 脑震荡 物理当中的指针的摇摆 都可以用这个词 所以学物理和医学的 要标注一下这个词 是跟你们专业相关 vibrate 是物体的震动震颤 震动震荡 overflow 这个好记忆一些 流出来了 一出brim over 还是一出 palliate 拍拍他 拍一拍减轻缓和 这是吃点糖 吃甜的东西 缓解 减轻缓解 a switch pander cater pander 通过读音句记 pander panda 银河熊猫 这是银河猫 pander2 和cater2 pander2 cater2 pantry和lader 这是生活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 储藏室 还有叫lader lader 通过梯子 搬梯子上的储藏 食物储物和储藏室都行 啊 两个消毒杀菌啊 好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 pecuniary 啊 金钱上的 金钱上的啊 他等于下边这个单词 下边这个词 大家能反应过来吗 他影射的是谁 影射谁啊 monetary 这不是一词一读就能读出来啊 影射的是money 对不对 哎他影射的是money 啊 而上面这个pecuniary 表示的意思是跟金钱相关 啊 是跟金钱财产相关啊 金钱财产相关啊 形容词仍然还是啊 修饰名词 直接做定语就行了 比如说金钱方面的优势 有些人有钱就是大爷 对吧 你叫做pecuniary advantage 对不对 pecuniary advantage 啊 这也知道一下啊 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经济状况 财务状况 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叫pecuniary condition 大家现在金钱上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马上啊 我们要推出很多课程啊 可能就要掏空你的钱包 叫pecuniary condition 啊 财务状况 经济状况 会有用用这个单词啊 用这个词啊 好 那我们啊 继续往下来看啊 看下边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pecuniary 已经空了是吧 needy impoverished 还有indigent 就是写下来这几个啊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的 都是跟穷有关 他们都是跟穷有关 pecuniary needy impoverished indigent 啊 春季啊 可能目前看都没有万词般 啊 所以春季也没有 如果要有的话可能是 暑假了啊 休息一个春季啊 来第一个啊 这个为什么也叫做贫穷缺乏 两个意思都行啊 贫穷或缺乏 penery 通知词的读音 穷得怎么了 怎么穷啊 只剩下了penny一分钱 就剩下一分钱了 穷得剩下一分钱 太穷了 penny penery 第二个单词 为什么他也叫贫穷 这来句need 这个比较好理解 什么都需要的 你看那收废品收破烂的 对不对 收废品收不收破烂的 什么都要的 这人肯定是穷人 也是穷人 也是穷人 叫做needy need need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impoverished 这个词的中间部分 发现了没有 他影射的就是谁 名词 poverty 能跟上吗 poverty I am 在此处表示的是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 加强语气的作用 使之贫穷 他的形容词呢 后面加异地就完了 比如说impoverished people impoverished people 讲到什么呢 叫做贫穷的人 非常穷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indigent 这个我在之前讲行进词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这个词还有多少朋友能想起来 这个是核心课里的词 咱们讲一个词叫做indigenous indigenous 这个词谁还能想起来不 一点印象没有了可能是吧 indigenous 大家有回顾复习核心课的同学吗 基因是跟种族有关吗 种族有关 离开分开 in想象否定吗 就是不会离开这个种族 叫本土的 对吧 不会离开这个基因种族吗 叫做本土土著的 想起来这词还挺好 还是坚持到最后还是有东西不错的 indigenous indigenous 而这个表什么呢 这叫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挖出来 也是贫穷 以为这墓里有很多钱 看 没有 挖出 财富 没有挖出任何财宝 这个也是特别穷 开了一个墓 发现墓里 除了一本万词笔记以外 毛钱没有 这就是我们百年之后 千年 过了两千年 可能盗墓者 盗了谁谁的墓 发现里面只有非常凌乱的词汇笔记 这就是太穷了 没别的钱 把这几个词读一读 penuary 脑子里想谁 想penny 穷得剩下一分钱 penny penny 要读一读 第二个needy 什么都需要的贫穷 赤贫 加强贫穷还是贫穷 indigenous 没有挖出一毛钱 叫做贫穷贫困 贫穷贫困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perforate bore through drill 挖出了一张根根的海报 好 来看这边第一个 叫刺穿打孔 刺穿打孔 在什么上面打眼 第一个为什么我叫做打孔打眼 per这个前缀 它实际上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它本身表示through per 这个前缀 还记得吗 它本身就是表示跟穿过有关 表示跟穿过去 for想一想为了ate是动词后缀 所以你就记住为了一个目的而穿过的 这一集是打孔 你这样想一想为了一个目的而穿过 你这样想一想通过一个拆分联想去记一下 这个就叫做在上面打孔打眼 perforate perforate 第二个词叫做bore through bore除了我们在曾经学过的谁 bore我们曾经学过哪个词 就表示无聊乏味这个词以外 它其实本身也有表示什么 叫做钻孔打眼的意思 像新型概念起来的4当中讲 影片文章讲什么 钻孔平台在海上勘探钻井 这个for实际上是来自bore的变形 咱们说讲话bfpb实际上这个for下来就bore的变形 但就通过为了去记得比较好记 为了一个目的而穿过 bore本身表示也叫钻孔 还有一个就是drill 表示电钻的钻 electric drill用的就是它 电钻钻孔 电钻钻孔 把这三个词读一下 钻 对drill也有训练的意思 钻通过鞋延续记忆记 drill钻钻孔 boar打孔 perforate 还是穿孔 穿孔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poach poach这个是英语依靠的原题 poach for 叫做偷裂 第二还表示我们叫做什么的 就是水煮荷包蛋 一般用这个词叫做poach the axe 咱们有的时候煮面条 一般会往里打一个鸡蛋 这个表达生活当中会说 比如你这个鸡蛋 看你要什么样的 是要炒的 还是要荷包蛋 这个叫poach the axe 就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表达 就是还是跟生活比较挂钩了 考试不会考 poach the axe 就是我们有时候吃碗面里边打一个鸡蛋 最后你会发现荷包蛋 叫poach the axe 考试当中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这个 hunt for 偷猎 偷捕 在他人的地界 偷猎偷捕 有一篇文章讲到猎头 就是把你的下面的人才都给你挖走了 一般会用它 叫poach for poach for hunt for poach for hunt for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polemic 表示争论 叫做争论 polemical也是形容词 正论的 它两个单词都来自于谁呢 都来自于南北极的这个极 就是po这个词 就咱们说两个人两极化 一南一北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吧 我画这一东一西 看一南一北 他就前半分之来就两极这个词 polar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他的动词吧 是不是叫两极分化 两极化叫polarize 说过这个词们是在咱们同一替换班说了吧 这好像应该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 会给大家说的 polarize 两极分化严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争论概念 polemic 通过po去记 它是词员是原来poke 两极分化的人 有什么呢 争论和争辩 polemic polemical polemic polemical 简单一点的词 大家也写到像debate argument 挺好的 就这个意思 好 看下边 这三个词 这三个词跟中国文化相关 对一对 一旦要考到翻译 要会说 第一个叫pottery 第二个叫ceramic 最后一个词叫做porcelain 当然最简单的词咱们都会哪个词 就是China 这个没得说 大家都会 China这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pottery 第二个叫ceramic ceramic 第三个叫做porcelain porcelain 好 都是跟磁器有关 那第一个单词 pottery 一般多强调的是 这种做成的这种专门的这种瓶瓶罐罐 我们一般叫pottery 因为它这前面就来自于pot 看到了吗 还有两组就结束了 有事儿东西可以先撤 没关系 它是来自于pot这个单词 就是糊 锅 这个单词 所以要平平罐罐的这种淘气 我们就可以叫什么叫做pottery 叫pottery ceramic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指的是陶瓷制品 就指的是瓷器的总称 它和porcelain 它俩同一词 瓷器制品 就是他们家做的是什么 什么的陶瓷生意 瓷器生意 这时候你可以叫什么叫做ceramic 或porcelain 都行 瓷器 或者叫做陶瓷制品 这个ceramic 它其实来自于谁 呢 我也解释一下 porcel 其实有指这个瓷器跟谁 它的质地很像呢 它其实还是跟它同样 你看ceramic shell 是来自于它 就是来自于这个贝壳这个词 你看有一些东西的壳 对吧 它的这个质地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瓷器的质地 就有点相似 你看有光亮 还很脆 这个叫做ceramic和porcelain 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读一读 ceramic porcelain 好 把这三个词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来自于pot 来自于壶和锅这个词 这叫陶瓷 陶瓷制品 下面这是瓷器的这个总称 叫做ceramic or porcelain 读一读 好 看下边下一个词 叫做prosaic prosaic叫散文的 或者叫做无聊 第二个叫pedestrian 第一个叫unvarnished unvarnished 第一个词来自于名词叫prose 接下来 prose prose 是来自于这个名词 prose名词呢 表示什么意思 叫做散文 里面有个非常美丽 优美的东西 有一个玫瑰在里面 充满玫瑰的这种浪漫的 诗情画意的东西 这个叫做散文 散文呢 它衍生为什么 叫做乏味无聊 为什么 因为它不像议论文呢 有那种激烈的论点论证去冲突 还有像戏剧小说 那种故事情节 是吧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散文就是一种抒情 所以它就是怎么的 看时间长了就是 乏味 无聊 就是很那种很浪漫的 很优美的 但它没有一些太大的这种 起伏情节的 所以这个散文的 我们把它记成第二个 叫做乏味无聊的 prose prosaic 第二个词叫做pedestrian pedestrian 我们在之前讲过它的名词 名词叫做什么意思 叫做行人 有印象吗 这是来自于脚这个词吧 pad这个词 这个词 本身是跟脚有关 之前咱们提到过的 它是跟脚有一些关系 跟脚有一些关系 所以天天在街上走路的 strian 是不是街道吗 在街上的人 是行人 行人天天压马路 叫做什么 叫做无趣的 缺乏想象力的 行人天天走在路上 压马路的 叫做缺乏想象力 无趣的 无聊的 最后一个叫unvarnished 注意可不是消失 varnished 他跟谁 gijun 还有这个 这也是gre的词了 还有就是谁呢 还有varnished 这俩别混 varnished 表示的意思叫消失 消失是他 这叫varnished 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亮油清漆 生活当中 大家你家里的地板 或者是什么柜子 有的时候会刷一层亮油 让这个木纸变得更加有光泽 也起到保护地板 保护柜子的作用 生活当中见过这个东西吧 就是油漆 但它不是那种带颜色的油漆 是这种亮的 就你刷完一层 之后它上面变得很光滑 又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又能起到 对吧 让人看起来 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崭新 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叫做varnished 叫做亮漆亮油 叫varnished 那安那表否定 就没有刷过油的东西 其实就是木色本身 原木色就是木头本身的 所以这个也翻译成叫什么 叫做 是亦叫未图清漆的 或者叫做质朴的 质朴的 这个也是在同一次词典当中给出来的 所以咱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把这三个词来一遍 第一个来自谁 prose 散文这个词吧 散文的特点 乏味 行人 乏味 没有刷过油 就是很质朴 很质朴的东西 好 好 最后一个 叫pussylanimous 大家见过timid的这个词吗 timid的我们在以前讲过了没 男人威胁女人 想想想过没 讲过他的动词吧 intimidate 给老师一个反馈 之前听过课的同学 使你胆小 是不是恐惧恐吓 这个词 胆小的 胆小的 又来一遍 回忆回忆 timid是胆小的 好 上面这个词 anim这个词根 我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anim这个词根本身就表示 to breathe 是跟呼吸喘气有关 这个词根是跟呼吸喘气有关 而前半部分这个pussy pussy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小猫咪 当然pussy有骂人的话了 对不对 有骂人的话咱就不说了 他本身就表示猫咪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儿童一般的小孩会说pussy 叫做猫咪 就这个人说话的捏声捏语的 像小猫咪一样的喘气 这个人也是叫做胆怯 叫做胆怯怯怯的 胆怯的 很懦弱的pussylinimus 好 这几个就到这里了 来跟老师把这些词读一遍 后半长的 这几个 从这开始读pantry ladder 搬梯子 上储 储物柜 食物柜 搬梯子 上柜子 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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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try 第二读pasturize 这怎么寄来的 还记得是从读音去寄 巴士 stereo 无菌动词使便得无菌 sterilize pasturize 好下一个 pecuniary pcuniary 表示这叫金钱上的 我们说你的财务状况 pecuniary condition pecuniary manetary一样 金钱的 金钱上的 好这边paniary 这俩跟前面的不太一样 这是penny pen开头的 这是什么 贫穷 穷得剩下一分钱 什么都需要的贫穷 impoverish 读 impoverish 来自谁 poverty 是贫穷 indigent 什么都没有挖到 还是这是一个穷人的墓 穷人的 perforate for 是来自谁 还是来自bore 但你要觉得不好记 就想喂了 为了一个墓点穿过的打口 在这儿要安个东西 所以为了这个墓点穿过的打口 board through 还有drill 都是表示一种钻 钻口的意思 钻口 poach the axe 就是说水属荷包蛋 第二个呢还表示 叫做偷猎猎群 他等于hunt for poach for hunt for 这俩是同一词 记不住同学可以先记忆记忆看 偷猎完就跑出去 跑走 跑出去偷猎 你这样想一想 跑出poach 跑出去偷猎 偷猎猎虎 poach the axe polemic 这个脑子里想谁 想po 两极 南北极 两极分化的人 这个叫polemical 叫做争论 叫做争论 有两极分化的人 看这个词去记 看这个词的点去记 你不要硬背 硬背可能不好背了 这词本身就比较难 下一个pottery 就是来自过腕瓢盆 糊这个词 就叫淘气 瓷气淘气 ceramical porcelain 像贝壳一样的东西 这叫做也叫瓷气 陶瓷制品 下面prose 散文的特点 乏味 散文乏味 行人 缺乏想象力的 无趣的 缺乏想象力 无趣的 做一个unvarnished 没有上油漆 就是纯木头 纯木头的颜色 所以这叫质朴 记住老师姐 你看这东西没有刷油 就是木头 本源的木头 这叫质朴 没有经过加工的感觉 pussy lenimus 像一个猫咪一样 pussy 叫做胆怯怯 懦弱 胆怯的 懦弱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明天就最后一节课了 明天就最后一节课了 大家还是要加加油 好不好 今天老规矩 12点前要看一看 然后晚上的正常 晚上这个7点呢 还有22点 这都正常 对不对 要正常加加油 明天我们大结局再见 有空的话 明天就来 然后明天我再说一些最后的嘱咐 最后咱们这4个月 4个半月 大家该怎么把万词班 这个录播 好好利用 明天我在最后一节课再说 咱们最后这4个半月 怎么给他好好利用 把这个录播 例证大家看完都能像 陆琪一样 陆琪跟了第5季 又跟了第6季 连上了两季 你会发现非常的好 也都是非常的优秀 自己也很努力去学 单词记得也非常多 所有同学 咱们不能说 咱们说都跟我们琪琪一样 但你要能有至少有琪琪这样的一个先锋 一个引导 带着大家 别放弃一直努力去学就行 加油 加油啊我们明天再见 啊加油啊明日见